大家好,我是小龙 今天早上去盘马风回来 下午又有一波风弯出来 我是昨天晚上借了一个处理王进去 然后呢,他可能是玩到了老王的气味 到今天要弯出来 弯出来呢,那个蜂王它是弯在树上面 树上面那个蜂结团,它是没有王的 那个王还没出来 因为他处理王呢,刚刚出的时候还不会什么位 所以也不习惯,所以一般的蜂王呢 都是在这里附近,不会跑远 蜂王的跑远 蜂王都是在这里附近 所以呢,今天要把那个窩给搞出来 我今天要看一下我整个蜂墙的墙群 几乎每一窩都开始起王胎 墙群的几乎都每一窩 从六匹蜂 六匹蜂管上去的几乎是都起王胎 剩下有少许的不起王胎 只要这蜂王 从五月弯弯的都起王胎 从七八月有几个弯的 它是不见有王胎 只要是群势长一点的,几乎每一窩都有王胎 所以接下来的话 由于今天又冷空出来 又有台风,刹了雨 所以这段时间呢 想办法把那个蜂王给弯掉 那我们钻过来看一下 这个蜂好像有 有八框的蜂,我忘了七个框 反正我开箱的时候 没感觉到山盖子里面没有蜂上去 分那么多出来 不注意来看的话 它也有蜂蜂分到这里上面来 我靠,他妈的 搞这个狗屌 那我觉得也奇怪 是吧 这个家翁神器 这是一个捞 一个塑料袋 鼻子要塑料袋 是吧,这里绑一个结 是吧 从这里一拉,那个行李就散架 然后把它倒到底上面 一倒,倒给风箱就可以了 不散,再溫出来了 这里有一包 这里有三斤蜜蜂之后吧 四斤,三到四斤 就我不给它翻出来了 大鬼原来那里去了 不想搞那么多 上这个风呢 翻到树上面来呢 是 教大家如何抓上来 以后挖在蜂窝里面有树啊 你没有梯子,爬上去不好爬 加上现在的人都又胖了 不上小时候 小时候呢 爬那个栗枝树啊 上那个核枝树啊 上那个核枝树 这样掉来掉去 现在发现自己的体重胖了 以后呢 都爬树了 觉得不方便 是吧 所以教大家拿来一个塑料袋 上面板个行李的话 一定打个比较容易解的行李 一撈撈下来 全部倒 然后蹬到底上面 把行李解开 就倒到风箱那里 很快的 撈个两三次就全部撈下来 也是很方便的 啊 所以大家呢 如果有些真的是 搞到那个树鸭里面 全部是树鸭 那就麻烦了 是吧 这个就比较麻烦一点 这个要你爬上去搞 啊 有时候的湾出来 你可能确定 那就是树鸭里面 没有没有没有 王还没出去 是吧 但是很难说的 刚好有一树蛋群 参加在一起的话 你不等他下来的话 他跑了 我已经试过三四回 啊 今年春天立即挖开的时候 有树鸭分了两匹 在树上面 我说王没没出去 应该没多大问题的 是吧 然后七万万回来再找到 七万万他已经跑了 是吧 他原来是有一树蛋群 参加在一起啊 是吧 那个风弯出来 刚好就弯着弯 弯出来是 六七米那么高 在那个芒果树上面 刚好那个阳光比较大 一阳光晒了 就散散了嘛 如果那个风 弯出来没有蜂王呢 他就跑去蜂窝那里去 刚好是有一树蛋群 参加在一起 也是跑了 呃 夏天的时候经常 蜂群逃跑也是一样 那蜂群出现逃跑呢 他本来蜂王没跑出去 就没跑了 刚好是有一树蛋群 参加在一起 那就跟那个蛋群一起走 是吧 蜜蜂都是这样子 弯出来的蜜蜂 不敢确不敢确保 他是百万百 是吧 所以呢 大家有弯出来的蜜蜂 大癸蜂箱的时候呢 检查一下干里面 呃 有没有那个 呃 两个王或者三个王 我 去年 去年一个视频 呃 插了一窝蛋群呢 里面有五个王 是吧 插了一个大概半屁蜂 原来他就是说 五窝蛋群 呃 弄在一起 撈下来 所以就变了五个王 是吧 是吧 啊 所以呢 大家 一般 夸掘蜂蜂 狮王啊 夸掘蜂蜂 美王啊 肯定建议 不建议大家去找那个老王 老王 借下去那个蜂蜂 久久都不发展 产那个蜂盖子也不多 蜂蜂只要不清溫 啊 你蜂蜂搞丢了 有一个处理王周围啊 是吧 到时候开产的蜂蜂 发展的速度很快的 啊 如果呢是你 你借个老王是没用的 所以老王的话 几乎是没用 这老王呢 也不说没用 假如有时做双王群 是啊 你做两个王位 三个王一窝的 那老王也可以处备起来 是吧 到时候呢 万王的时候把那个 老王扎了 然后拿个剪刀把那个针给剪了 是吧 就关在笼里面 到时候新王招备了 又扎他把针剪了 是吧 然后呢 让新王产一两批级的时候呢 再把那个老王 放回进去 就两个王 是吧 三个王都可以 是吧 但呢 新王刚刚交尾的时候呢 开产的时候 不建议放那个老王进去 那个老王起码关一个月 这样嘛 然后那个 让那个蜂蜂蜂西别 这个新王 为是作为主要的蜂蜂 是吧 然后呢 你可以把那个老王 养起来 到时候呢 老王剪针啊 再放进去呢 就变成了两个王 两个王跟 两个王如果同时穿完的话 起码都差个两三批红 到时候 立即挖开的时候 起码差个两三批红 是吧 多个两三批红 多一个王跟少一个王 完全是不同 有这三个王呢 也是也是轻松 上十二批红 三个王呢 不过三个王呢 到大流密期来呢 也上 也麻烦一点 因为它的产几区太大了 产到康朗顶那里 以后就搞到没蜜 现在我这里有几个蜂呢 可能 不太好 有三蜂蜂 整个蜂场 夏蜜没有取过 秋蜜没有取过 它就是都是两个王 由于两个王产卵太厉害了 每一块都是蜂盖子 上面康朗那里 只有那么一点点除蜜 几乎是没蜜的 有几波蜂 过一段时间 全部把它给换掉 把它两个王都关起来 你不关起来 它全部都是蜂盖子 它是没蜜 现在洋蜂还是要来取蜜 也不是用来玩蜂 玩蜂就没关系 玩蜂那个爽歪歪 像人工玩蜂也是爽歪歪 它有两个王 拿走一半 现在一个老王在里面 是吧 像这两个王 再借一个王 抬进去 它有两个王 你想搞多少都可以 所以养蜂这个东西 主要你懂得管理技术 你想要多少窩都可以 想弯出来 要多少有多少 如果你一窩窩养不好 那你别说 别说那个东西 因为有时候很多人都说 我想蛋群里面搞两个王 这个是没意义的 我告诉你 蛋群里面搞十个王进去也没用 蛋群里面搞十个王 他也还是挖不起来 因为没有那个劳动窩去养育 这个幼虫 再多窩王产了也没用 所以大家养蜂的话 你只要一个王 把窩群都 一个王都养好的话 那两个王 这是不问题 是吧 如果呢 你一个王的窩群都养不好 那你不要说建议搞多少个王 这个是没用的 是吧 你一个王呢 都养到六匹窩 或者八匹窩的话 一个王呢 都养到六匹窩 八匹窩的话 两个王就更加厉害 是吧 如果你一个王都养不好的话 那你想搞多王 没用 这个最主要是看你的管理技术 我当地的密缘环境 是吧 哇 今年我的窩群呢 整个窩群 打鸭角木的话 如果天气好的话 也非常的不 由于我这个前段时间 那个五倍级开的时候 还有安树流域的时候 所以今年那个窩群 都非常的不错 啊 比往年的窩群还好 那最主要是 那个五倍级提供那个挖稳 现在那个五倍级呢 可能还有是零星开的 大部分 安树都已经结束了 有半个月了 安树结束了有半个月 现在今年的窩群玩起来 主要是靠那个安树蜜 还有那个安树林蜜 还有那个五倍级开挖 是吧 五倍级蜜 啊 也有点蜜 也有多挖稳 所以发稳蜜蜜充足的话 就靠那个秋天的时候完 完几两个月的时间 啊 既然完几 到两个月的时间 到鸭角木东的蜜来 就是变成长群了 所以今天呢 我看到很多窩群 都是起王台窩群 那没办法 这个 晚上起王台 就必须要玩起王 不然的话 头痛 到鸭角木 流密流的猛的时候呢 你今天过了王台 今天晚上要加班做 今天做了王台的加班做 所以建议现在呢 有那个王台的 发现有起王台的窩群 把它给挖了 到时候鸭角木到了立东 立东 到小雪 这段时间呢 弯风都弯到你怀疑人生 上午这个窩群的话 如果是老翁王啊 你不挽掉他 这老翁王 你也说不是他老的 你说他老 你从那里抽两匹王出来 就是说 假如你有八匹王 你抽两匹王 把那个老王抽走 他还是拼命的挖掌 到时候他也会变成长群 如果你八匹王呢 你不挽掉他呢 他是没有一个新王 为什么蜜蜂呢 蜜蜂呢 蜜蜂他有一个特性啊 他繁殖的是 他活着 就是被团养后代啊 他只要外面有蜜圆的话 大流蜜的话 他就准备随时蜜蜂 蜂出去的话 就能完职嘛 像人一样是吧 他有足够的金钱的话 就可以分家了 可以分家了 蜜蜂也是要没有足够的金钱 他也不分家了 是吧 所以外面什么蜜都没有的时候 你起了一个 起了一个 死亡啊 出了个急叫王啊 性下的王台 为什么要拆掉 因为外面没有蜜圆啊 他都不想弯了 是吧 就是这个样子 只要有大流蜜呢 他起了王台 出了一个王 他性下的王台 是不拆的 他还是要弯蜂 是吧 好了今天的视频 已经到这里为止了 喜欢的是一个点关注 点赞 走吧